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明假期 广州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过13万人次 目前各口岸已经做好应对客流激增的准备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题为外贸开门红彰显经济任性 从开年经济新亮点看信心 文章指出 在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 我国出口增速重回两位数 充分反映了我国外贸的国际竞争力 彰显了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外贸回稳向好 不仅表现为规模稳中有增 更体现为质量优中有升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进出口业绩均有所增长 活力进一步恢复 贸易伙伴更加多元 稳定 与新兴市场贸易关系更加紧密 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 结合当前新情况 新变化 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形成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定能把好势头延续到全年 为经济回升向好 提供更有力支撑 4月1号下午 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到黄埔区 就加快推动广州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行专题调研 孙志阳指出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相关领域融合发展 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 和产业发展的新赛道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以更强担当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抢抓低空经济重大发展机遇 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为广州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 孙志阳强调 要抓好顶层设计 结合广州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编制发展规划 出台更有针对性 更加精准化的举措 构建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全力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要突出改革创新 探索建立健全低空经济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迭代升级低空飞行安全监管体系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先行先试积累经验 要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推动产业补链强链严链 着力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高水平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 加快形成产业集聚 要超前规划建设空中路网和起降枢纽 强化公共服务配套供给 构建立体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要大力拓展无人机等城市配送应用场景 探索开展空中低视等城市通勤新模式 以应用场景创新和大规模示范应用为牵引 积极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级 要加强协同创新 支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强化人才知识技术资金数据等 创新要素的配套支持 促进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融合 要以企业诉求为导向 全力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提供可感可知的政策支持 以产业友好型营商环境 赋能企业行业发展壮大 市领导江志涛参加 今天下午 广州市市长孙志阳 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展馆 就进一步做好第135届广交会 服务保障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并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孙志阳指出 广交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 也是广州擦亮千年商都金字招牌 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亮丽名片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的工作要求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全力抓好广交会各项筹备工作 努力把本届广交会 办成精彩分成 富有成效的全球展望盛会 在建设两个重要窗口中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孙志阳强调 要聚焦广大参展商 采购商 服务商和社会各界需求 精益求精 做好来岁再岁离岁 全链条 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 为入境人员提供安全便利的支付服务 为各方来客提供丰富沉浸的文旅体验 和便捷高效的出行保障 以高水平服务提升海内外客商 参展交易的舒适度和体验感 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 特种设备安全等领域 进一步梳理细化风险点和不弱环节 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完善细化应急预案 确保广交会平安有序举行 要以做好广交会筹备工作为契机 用绣花功夫久久为功 扎实推进城市品质提升 展现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形象 要持续放大广交会综合溢出带动效应 以展促招 以展促帽 以展促销 再推动商旅消费 招商引资 供需对接 政策创新方面 做好广交会家大文章 推动会展流量 转化为经济增量 要有声有色抓好新闻宣传工作 主动谋划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宣传宣介 讲好中国故事 广东故事和广州故事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不断提升广交会的品牌效应和广州影响力 市领导谈品参加活动 2024年 广州市文艺精品创作调度推进会今天举行 会上通报了近年来 全市文艺精品创作工作情况 对下一步推进文艺精品创作作出部署 现场还为广州文学艺术专家库 第二批专家代表颁发品书 2023年 广州先后组织重大题材 等五批次文艺精品项目评审 对56个项目总计扶持5125万元 精准扶持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今年广州加快文艺精品创作要素集聚 以优质资源推动电影产业发展 本土电影机构焕发出创作热情 如广州广播电视台聚焦乐剧传承保护 一带一路等题材 组织创作生产一批电影作品 永生动漫 异动文化 创立猪猪侠 熊师少年等一批知名原创动漫IP 会上各单位企业介绍了文艺精品项目推进情况 类型涉及文学 电影 音乐等 有发言代表说 今年会多尝试国风元素与文艺精品创作融合 以及培育本土优秀文艺创作人才 第一部当然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 猪猪侠的动画大电影 我们的星际行动 那目前已经定档五印 那这部作品呢 是结合了中国功夫和中国音乐 两个核心的主题 能够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的这样的一个盛宴 三个基地呢 主要就是影视产业的孵化基地 还有全国热门影视的摄影基地 取景基地 还有真诚电影的产教融合基地 现场为四位广州文学艺术专家库 第二批专家代表颁发聘书 他们深耕纪录片戏剧电影等领域多年 之后会发挥好智库作用 把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经验推广出去 助力广州文化视野高质量发展 我们可以建立跨城市的粤剧联盟 可以共享资源 比如人才 技术等等 以提高整个湾区的粤剧艺术的水平 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艺创作 能够和广州市的一些重大的主题宣传 一些重大的活动 一些外事的一些计划 能够结合起来 能够互相借力 互相助力 然后去最后取得一个共赢 接下来 广州将围绕主题主线 努力推出更多反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彰显岭南特质 富有广州韵味的优秀文艺作品 推动广州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实现新突破 广州市商务局今天发布广州首批15个都会级阳城夜市先行区名单 越秀区北京路至海珠广场商圈 天河区天河路商圈 海珠区广州塔至爬体美食聚集区等上榜 首批公布的都会级阳城夜市先行区覆盖广州11个区 包括越秀区北京路至海珠广场商圈 环市东商圈 海珠区广州塔至爬体美食聚集区 江南文商旅融合圈 黄浦区宝能演艺中心 至智态广场商文铝体融合商圈 华都区广州融创文铝城等 广州市商务局介绍 都会级阳城夜市先行区 代表广州夜间特色商圈建设最高水平 认定后会做好培育建设 例如简化外摆审核流程 先行区运营主体可向所在镇街申请 按年度明确外摆区域和时段 商家开展外摆同一年度 无需重复申请 惠福禄这家粉面店 每到节假日午晚饭室都很旺 商家会外摆一些桌椅 方便时刻用餐 店铺工作人员表示 外摆审核流程简化肯定是好事 肯定会有需求的 你肯定地方大一点 做生意都好 做一些好正常 在先行区也鼓励开展夜间岩石服务 凌晨两点后 为开展歌舞游艺娱乐业态 且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秩序的 酒吧 餐厅 咖啡厅 文旅休闲等经营场所 营业时间不受限制 那我肯定是很怀疑 像我这种经常熬夜的这种人 就是可以四处晚上饿的东西 可以去吃 随地都可以消费 可以吃点东西嘛 被认定的都会级阳城夜市先行区有效期两年 有效期满将进行复合 复合通过延期两年 天河区金融城东区和大关路以东四宗住宅用地挂牌出让 全部是今年在广州春季土地推介会上亮相的优质亮地 出让公告要求净买人需承诺 配合旅行交房及发证服务模式 四宗地块中有两宗位于金融城东区 附近就是地铁五号线车杯南站 城四站地铁可到珠江新城 周边分布有多个大型购物中心生活便利 按之前获市归委会通过的控规 新建住宅设置在滨江地块以北 不影响珠江一线景观 沿黄浦大道设置高品质商业综合体 据第三方机构数据 地块周边三公里内近五年成交的土地类型 以商办为主占比84% 而涉及住宅的用地占比只有16% 住宅用地具有一定稀缺性 很多软件员 很多IT公司的人 他们很多在这边工作 还是有可能在这边买房的 还有金融城 搞的金融的 交通还挺方便 这区天河 西比地也比较方便 地块东侧也规划结合绿地 设置体育用地功能 服务周边人群 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那你有体育公园的嘛 你可以吃完饭 下来走下啦 早上又可以运动 那不是很好吗 大关路以东 奥提路以北 也有两宗住宅用地出让 就是世界大关地块 地块围绕日月双湖 被钟领 横领等自然山体围绕 地块所处奥提片区 是低密湖居高品质生活区 自带低密度 优质 住宅属性 将来建成住宅后 部分住宅有望一线冒湖景 周边文体 教育 商业等设施 配套丰富 这四宗挂牌住宅用地 全部不设净价上限 要求净买人需承诺 配合旅行 交房及发证服务模式 确保购房人在收房的同时 及具备申请领取不动产 全属证书的条件 买房了 马上能够拿到房产 这能够确权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很快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办了 后面如果房子有变动 比如出售 你有房产证的话 你办这些就很方便 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今天举行五年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 清明假期 广州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过13万人次 目前各口岸已经做好 应对客流激增的准备 广州边检总站预测 清明假期客流高峰将出现在4号和6号 主要以探亲团聚旅游的内地居民 及港澳台同胞为主 其中 白云机场日军出入境客流 将保持在4万人次以上 各口岸届时将开足查验通道 全力服务保障好出入境旅客假期出行 为了应对客流的高峰 征派引导人员安排熟悉 业乙 客家货 潮州货 闽南乙等方言的民警 前置的引导 为年纪大行动不变 行礼就多或者回报婴儿的旅客 提供暖心的帮助 去年12月以来 中国陆续对法国 德国 西班牙等国实施免签政策 并和新加坡 泰国互免签证 广州边检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 至今累计为符合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办理边检手续超过12万人次 其中6成以上是来华旅游 2成以上是开展商贸活动 我们研发了临时入境许可受理签发系统 专设边检临时入境许可办理区 发布政策指南 为符合广东省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经白云机场入境的54个国家外国人提供便利 对持24小时内连程机票 过境白云机场需离开机场的旅客 签发临时入境许可 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 广州边检总站全力做好出入境保障服务 守好国门 5年来共查验出入境人员4000多万人次 为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40万亿元 做出了积极贡献 即将举行的第135届广交会 广州边检总站将在白云机场 南沙 扒州等客运口岸边检现场 设置广交会专用通道 在白云机场开设临时入境许可办理窗口 提供专人专窗即来即半的便利 保障境外客商的通关便利 最近广州天气多变 临近清明假期 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午后雷雨将变得活跃 清明期间还会有强对流天气 上午虽然天空云层较厚 但偶尔能见到太阳 清明假期将至在广佛高速沙贝服务区附近路段 行车缓慢 市民杨先生了解到天气情况 准备提前回江西老家错峰出行 因为夏雨天特别是开车 影响很影响我们的视线 不少货车司机说天气不稳定 要做好防护措施 防水预步也要两层 天气好了一层 天气要是恶劣天气碰到了要加固一层 把那个绳子伸紧就可以了 一般三个一气两气它就没什么问题的了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清明节期间广州会有短时强降水 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专家指出 强对流天气虽然时间短 但也有来得及变化快破坏力大等特点 市民出行时要小心防范 例如走路骑车时 少走高层建筑之间的狭窄通道 因为狭管效应风力会在通道加大 停车时最好停在离大树广告牌等较远地方 清明假期期间的高速公路实施 七座椅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也发布了交通出行指引和保障措施 届时公交和地铁运行会做出调整 面对天气多变 市民要多加留意 提前进行出行安排和规划 英雄花开英雄城2024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系列活动 总结分享会今天在月秀公园举行 三月以来广州共开展各类红色文化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超过一万场次 线上线下共计超过八千万人次参与 三月以来全市各红色史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国防教育基地 推出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特色演出 主题展览和体验项目等 不断丰富红色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 增强红色文化的感染力 系列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 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通过开设红色研学课程 举办红色文化主题辩论赛等 让青少年亲身参与亲自体验 以达到自我教育 自我激励 自我塑造的效果 红绵研习的诗字里面 有众多的是中小学的 这个少先队辅导员 团委书记 高校的辅导员 红色史记点的资料 解说的词 操作的方法技巧 全部都给到我们的相关的朋友们 就是让他们回去更好的福祉和操作 就讲故事的方式 其实很受欢迎 我们管现在的讲解员们 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就是说 有针对性的开发一些项目 系列活动还深入挖掘与木棉相关的艺术作品 在公共空间展览 让红色文化走入大众生活 同时以由英雄城为切入点 跨界融合文旅资源 挖掘文旅文创IP 让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 今年英雄花开 英雄城的活动 它和很多的这个英雄城市之间 形成了网络之间的一种互推和互动 所以它把城市和城市之间连接 所以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特色是让这个品牌 有更强的一种连接 这样的一种效应 由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的 2024年广州市中小学生清明继英烈活动 今天在广州企列士陵园举行 来自直信中学和东川路小学的700多名师生 及市职有关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 全体人员对革命先烈表达哀思 向列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中小学生献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白花 深刻缅怀革命先烈 在广州起义过程中的英雄事迹 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 从小树立远大志向 我的爷爷是一名职业军人 我也是从小听着 这个海军战斗英雄们的故事长大的 那么他们总是会把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那么他们的家国情怀 爱国之情 赤子之心也时时刻刻的是感染着我 我能从中收获到的就是 更了解我们列士的过往 然后学习我们的历史和学习他们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获得是勇往直前的力量 以及甘于牺牲 甘于奉献的精神 在生活中呢 我觉得这种精神是让我更加的言于律己 然后呢力争上游 以及呢就是更加的一往无前 全市中小学也将同步启动 2024年阳城少年新向党清明基因列系列实践活动 各学校将结合自身特色 组织形式丰富的校内外活动 召开主题班会 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研习等 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 今年我们还特别设计了把红色教育融入课堂 邀请了南部战区优秀的空军飞行员到校园里面 跟同学们一起呢分享英雄故事 达到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精神 铭记历史的这样一个教育目的 今天第二届新时代我来讲 广州市优秀百姓宣讲员大赛启动仪式 继白云区理想白云云城青年说宣讲比赛 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举行 多位青年宣讲员用故事展示青春力量 在宣讲比赛舞台上 青年宣讲员紧扣活动主题 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 生活感悟和奋斗目标 彰显青春力量 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城市国际化研究所的暴雨 带来让世界倾听广州 讲述三位在广州工作 生活的外国人的故事 展现广州的开放和包容 我们就发现许多外国人 在广州发掘机遇的故事 是非常动人的 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提炼 然后希望以此来唤起更多的外国人 也能将广州选择一个 投资创业的目的地 然后来参与到广州的高质量发展当中 参赛选手主要来自法院 公安税务等单位 他们在展示扬城新风采的同时 也带来对各自行业的独到见解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作为法院的工作者 也是我们作为公务员 都是应该要从心底里 要认同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经过激烈的角逐 比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六名 第二届新时代我来讲 广州市优秀百姓宣讲员大赛 也正式拉开序幕 活动将更多优秀的新时代故事 带进城乡社区 学校企业 那我看到今天大家分享的这么多故事 和感人的经历呢 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同志们 也在共同进步 在这个奋进路上我不孤单 作为观众 我刚才也很认真地倾听了 他们每一个鲜活的故事 很受触动 更加坚定的一个理想信念 那就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 努力奋斗 大赛将面向市民开展 时间跨度达半年 最终评选出全市 十家优秀百姓宣讲员 2024数字显示 与元宇宙生态博览会 将于5月10号到12号 在广交会展馆举办 国内最新的数字显示 与元宇宙技术及产品将亮相 本次博览会将展示 LED6米飞行影院 元宇宙剧场 VR飞行影院等新技术与新产品 同时还将举行多场项目录演 新品发布会以及专题论坛 广州广播电视台作为本次大会的品牌合作方 将写国内首档 4K数字文化及AI元宇宙资讯栏目 数字元宇宙参与展会共建 并与广州市虚拟现实行业协会 携手发起 数字文化广州产业联盟 AIGC超级创作者联盟 并发起数字元宇宙栏目 数字先锋说 元世界新闻等板块共建活动 数字元宇宙栏目 每月一期在广州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南国都市频道播出 我们的这一档刚刚推出的数字元宇宙栏目 也是我们台在这个领域探索的一个最新成果 我们希望数字元宇宙这一档栏目 它不只是一个未来感很强的一个电视的节目 它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能够助推 我们大湾区虚拟现实AI等行业 他们的那个企业产品能够出圈的一个平台 数字显示与虚拟现实技术 今年来蓬勃发展 不仅在影视传媒 线上看访等方面的应用被人们所熟悉 在产品设计 教学培训 文旅产业等多个方面 都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潜力 近期出圈的AI算法 更有机会让数字显示 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如虎添翼 以前制约行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AI建模的过程当中 它投入的成本会很高 那目前有了AI的辅助的话呢 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内容生产的成本 下面请看联播快讯 广东省大湾区办的消息 2023年月港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 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 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综合实力再上台阶 2018年大湾区经济总量为10.8万亿元 五年增长了3.2万亿元 其中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大湾区已经拥有超过7.5万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 香港 广州科技集群 连续4年排名全球第二 轨道上的大湾区更加完善 港珠澳大桥建成运营 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 广州交警公布清明期间 银河公墓 新唐公墓周边 道路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4月4 5 6 13 14 20 21号 共7天 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5点 禁止货车进入燕岭路的新华路口 至华快广善出入口路段 禁止1.5吨以上货车 进入大关路部分路段 载客前往银河公墓的出租车 网约车 要在省武警医院附近指定位置下课后驶离 交警还提醒 墓园周边停车场地有限 前往寄扫的市民 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由广东省宋庆宁基金会 与广东省中山大学孙艺先纪念医院 医学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的 向阳花医疗救助项目启动 项目将充分发挥该院儿童医学中心的突出优势 对儿童血液疾病儿童肿瘤的防治工作 加大资金投入 同时为患儿家庭减免部分治疗费用 减轻患儿家庭负担 今天的广州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关注花城家 花城FM手机客户端 以及广州广播电视台视频号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